父女及家庭发展部今天下令严格禁止所有组织 利用未成年者 也就是儿童和在籍学生 当街向大众募款 当局也呼吁民众充当政府的耳目 尤其发现小孩如果被利用向路人刑起 或进行劝捐活动时 马上拨打热线 联系社会福利局 妇女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说明 除非事先得到官方书面批准或发出特别准证 否则 任何宗教或教育机构 一代不得利用18岁以下的学生在公共场所筹款 对于不法组织与未注册的非政府团体 惯性利用孩童在街边刑起 卖畅或兜售物品要求募捐 这种手法更是不能顾惜 这些人的经常会用衣服,全部都不可以行动活动 当他们出发,或者是人生的经常会用衣服 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不可以 除了他们有允许的允许,他们有允许的允许 但是我们会建议到人生的允许 根据现有的儿童法令第32条文 利用18岁以下者刑起或通过各种管道非法募款者 一旦罪成可被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民众可拨打官方特赦的24小时关怀热线15999举报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